I'm not ashamed to owe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马太福音都讲了一些什么 你好,我是Tim,是加拿大多伦多东部基督教会成员 今天在中文版《走过圣经》的学习当中 我们开始学习马太福音 也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在前一集中当中 完成了对新约的简单介绍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本书 新约的前四本书通常被统称为福音书 那么它是从希大语翻译来的福音书 原意就是好消息 福音书分别是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前三本有的人把它称为是概括的福音书 因为他们对基督的生命有一个共同的描述 而约翰福音则基金在耶稣的话语 而另外三福音书中没有记载的一些事件上 马太福音的标题指明了这本书的作者是谁 在书本身中马太也被称为 利墨是阿尔法西哥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使徒和税吏 那么人们经常就会问到 我们怎么知道马太是这本书的作者呢 因为这本书本身并没有认定它 虽然这也是事实 但很多内部的证据表明马太是作者 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中 作者记载的耶稣之父寺庙岁的唯一的一次 向我们展示的作者对税收的重视 那么唯一对税收感兴趣的人 就是税务能源 也向我们指明的作者是税吏的这一事实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早期的基督徒不计引用的马太福音 而且也把它称为是马太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马太是作者 那么至于撰写的日期 这并不完全能够确定 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 除了耶稣的早年生活之外 马太将成为 他所记录的许多事件的直接的目击者 在上帝末世马太的情景之下 我们可以相信 马太没有直接看到的一些 章节的准确性 即使在马太福音 27章第八节和 马太福音28章15节当中 马太两次认了 直到今日这句话 这告诉我们 耶稣生平和住着此处的之间 会有一些时间的距离 然而 在马太福音24章中关于 耶路撒冷毁灭了预言的说话 他没有用过去的时态 也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 正如我们将在本研究中看到的那样 马太一次又一次地指出了已经实现的预言 所以在马太福音24章中 没有这样的指说就表明耶路撒冷的毁灭尚未发生 那么耶路撒冷是在公元70年被摧毁 因此就可以知道 这本书是在这之前完成的 也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 马太是在公元50年到公元69年之间某一个时间段写的 那么可能更接近于公元50年的左右 那么我们要考虑的最后一件事就是 马太写这本书的原因是什么 对初学者来讲早期的基督徒 在所有的对耶稣的目击者死亡之前 需要有详细描述耶稣生平的著作 这样耶稣基督的福音就不会被腐化掉 以免人们就会远离上帝 那么本书的前四章就谈到了 耶稣在开始全职世宫之前的早年生活 马太给我们祭述了耶稣的诞生 祭述了他逃离西律王 受到约翰的洗礼 以及魔鬼对他的试探 马太也给我们了许多耶稣的讲道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中所记载的在山上的宝训 但他在本书的主要焦点 是向优太听众展示 就有关于米赛亚的预言 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 本书的读者只局限于犹太人 在第一章中 他也包括了耶稣的家谱 并指出米赛亚的预言的实现 他想要说服犹太人成为基督徒 那么从教义的角度来看 马太写的这一本福音书 教导耶稣是上帝子民的王 他在第二十一章中 通过描述耶稣凯雄 接中一路三人向我们指出了 这一点 在那个描述当中 耶稣被称为是国王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三十七节中提到 关于耶稣被钉十字架石的描述 马太也注意到了 应用了犹太人之王的标志 因此虽然马太可能有众多的理由 去完成他的这一本书 但刚才所讲到的这一些 应该是最主要的 好了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将开始对马太福音 进行具体的讨论 将学习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到十七节 希望大家能继续加入我们的学习 再见 I'm not ashamed to own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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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